長久了 你的POPs很專業欸 我跟你講 我有想要當過早餐店的那個 早餐店店員 但因為我不想早醒 所以 應該是不是都會這樣 然後挖油這樣 是不是 是不是 就要這樣 我看那個早餐真的不這樣子動 我們有看到MV 一開始其實蠻震撼的 因為就是所有人都穿 你說那一條一條紅色的人嗎 對對對 那個畫面是我跟導演播通說 我想要以這樣的畫面作為開場 是因為我想要吸引大家的眼球 因為應該不會有人想要MV的開頭 然後我是放一條一條紅色的人 但因為後面還有動畫 所以其實是很豐富的 大家可以仔細去看一下裡面的動畫 因為裡面的動畫都很可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那個MV 我其實是開一個無人駕駛 我是 因為我的手是這樣的 其實大家如果想要再仔細看 就是我是無人駕駛 就是我是無人駕駛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飛來飛去 對飛來飛去 那也是一個小型的就是炫技這樣子 就是從GMA然後變成了GMA戰士 要去對抗咒死 其實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細節 我如果大家喜歡這個MV 或喜歡這首歌的話 可以再去細細的品嘗 跟細細的看一下 所以其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 因為這件事情我好像沒有分享過 因為沒有人問過我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我夠的MV 其實雖然動畫多於舞蹈 但是我想要玩的是一種視覺感 而不是說跳舞的MV 要有很多的跳舞的動作 是因為我覺得跳舞大家都可以跳 大家都會看 但是動畫的細節的細膩度 大家可能是看的會更多更細 就是想要傳達的東西也比較多 對 屁股帶也是要吸引眼球 就是因為 不能選擇露胸 就是我只能選擇就是露我覺得可以露了 曾經有被說過就是屁股很翹 但是以前小時候不遺為意 就覺得不好看 但是可能到近幾年大家就是 稍微比較開放一點 覺得屁股也是一個很性感的事情 所以這次我就選擇露屁股蛋這件事情 但是不是大家 有些人可能想像說為什麼我要露這麼多 是因為我想要展現自己的美 而不是說暴露或自己或什麼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但是因為一開始我對那套衣服我也蠻緊張 因為其實我不太喜歡露大腿的根部 然後這次就是做了一個稍微比較大的突破 就是露一些比較不敢露的 但露的發生其實這樣腿蠻長的 蠻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實驗 然後我的實驗成功了這樣 我有在健身然後也有吃的比較少 但是也沒有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很扁很扁 因為感覺還是要有點肉感這樣 自己想要當肉感女星 自己想要當肉感女星 我覺得每一套衣服它的含義都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最難駕馭的是那個夠的單曲封面 那個擦玻璃那一套 那一套真的是很貼 然後上面衣這麼短 其實有穿跟沒穿是一樣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造型 然後身上又很貼 然後肚子也很貼 然後因為它顏色比較淺 有些部位可能就會看起來比較害羞 就是可能要去避啊或是什麼 但是我還想說的是有一套CD妝我覺得是蠻值得來跟大家分享這個CD妝 就是因為現在是數位化時代 然後CD這件事情已經開始慢慢大家快要去遺忘它 以前還會收集專輯 然後收集比如說CD 然後把CD放在那個比如說CD櫃裡面聽 然後也真的還有帶耳機那種打開 如果大家有經過那個是不是打開 然後還在那邊帶那邊聽的 但現在大家因為數位時代就是真的太盛行了 我覺得那個CD是非常有溫度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 那個CD妝對我來講是很有一個 怎麼說呢 很有一種年代的感覺 就希望大家還是要記得 支持專輯 支持正版 然後支持一個實體 因為做成一個實體 真的很不容易 對 你要不要先回家呢 這句話每次講都很容易被誤會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是我要先回家嗎 但你要不要先回家這個想法呢 就是 這首歌其實說實話它蠻嗆的 但它是用一種傲嬌的方式 去告訴譬如說在一起很久的情侶 你不能因為在一起太久了 忘記了彼此尊重 然後忘記了彼此 剛開始在一起的溫度 就是不要忘記 不能覺得理所當然的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不會拍照 可是現在很多人不會拍照 不是每次把我拍得很短 我覺得 覺得 這 我說這什麼角度也太短了吧 然後可能有時候 能笑他就 我就會這樣 我覺得這一個非常有共感 是不是 就是 對男性 能不能 看好了我們 笑完了 再拍 就是偶爾會有放開一點 有時候可能會這樣 會這樣 會這樣 不是 還剩下筆葉會這樣 這種 很容易 就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些 拍照的秘密 就是很多網站上都有這個影片 請看好 雖然你從低的角度拍上去看起來腿很長 但如果你拍不好這邊會有 沒有輪廓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是在 背景那個地方拍腳 是最好的 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 是拍起來女生會看起來最高的樣子 臉部呢 最長的三個部分 我覺得看側面是最棒 就是這樣 不要正臉看 正臉是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等 就是告訴對方說 你要怎麼樣的笑容 比如說 笑 比如說不笑 這種 要跟他講好 不然他就真的會 就按下去了 黑地形 對對對 但其實我們都是在雲端 就是我們是各自在錄各自 所以 比較可惜的是就是 沒有見到面 剛剛就是很像在雲端 就是 這樣子好像一直在溝通 然後這次也很榮幸 可以跟Pico太陽合唱 就是根本沒有想過 只是當初只是一個想法 然後我問了公司 然後很謝謝公司 然後很謝謝公司 幫我促成了這雙 音緣 就是 促成了這雙 好的 音緣 也算音緣吧 就是歌唱的音緣 這樣子 然後這首歌就是 也非常的熄腦 然後之後也會有MV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跟我們一起跳起來 因為舞蹈動作 非常的簡單 好 最後我可以教喔 可以跳一下 好 欸 你看 欸 你看 畫 插 畫 右拐左拐 加油加油 加油 海浪海浪 給你給你 海浪海浪 給你給你 動作就是大概這樣 如果大家 如果以後想跳的話 可以來看這個影片 因為我是第一次 講錯我的口號 這樣子 是真的嗎 我剛剛都講對了 這個是什麼 海浪 海浪 海浪前面這個呢 這是海浪沒抓 抓抓抓抓 好 我再重新再一次 是 抓左 抓右 插插 插插 右拐左拐 加油加油 加油 哦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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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海浪海浪 給你給你 海浪海浪 給你給你 ending 就這樣 所以我也學會這支舞了 你剛剛聽了歌 我們覺得很適合你兩個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嗎 嗯 就是這是一個 這張專輯的算是一個大彩蛋吧 這次就是我有一個另外一個分身 那個分身就叫牢牢 牢牢那我給大家看 牢牢就是這 這就是牢牢 牢牢就是這個 牢牢就是這個 牢有牢的貼圖 然後呢 之後我有很多聯名的系列 然後也會在裡面 然後我這次聯名的系列呢 就是給大家看 有眼鏡 太陽眼鏡 然後還有小包包 還有一個是 耳環 還有蛋糕 你要的我都有 我什麼都有 我必有盡有 然後如果想聽歌 就買專輯 如果你敢拿花錢 就去IG 然後幫我take我 然後add我 謝謝 你會不會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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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腦他可能以後會做一些 我不能做的事 但目前他還沒有做這件事 裸奔嗎 喔 腦腦接耳上 是已經裸奔了 欸 腦腦你裸奔嗎 我跟腦腦確認一下 喔 腦腦簽錯了我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裸體 因為我沒辦法裸體在大家面前 所以我先派腦出來 那為什麼腦腦會變腦腦腦 因為我在當初就是 嗯 就是看到咖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腦袋 讓我想到我的鬼腦袋 就是我的腦袋裡面可能就很多 天馬行風啊 看下腦腦沒有手 但腦腦是 全部用腦子在做事情 當然其實我也是一個 很喜歡用腦子做事情的人 但我又有點懶 我會覺得就是動腦很煩惱 所以 我跟腦腦應該有可能是這樣來的 因為我看到他的腦 我就突然想他叫腦腦 但我的腦腦就是 一個是心部腦 一個是真的腦的腦 就是我有真的腦 我有真的腦之外 但是我的人生也有煩惱要處理 但是不要因為這些煩惱去困擾你 或是讓你覺得更煩惱 一定要用自己的腦去把這些事情想清楚 想好 因為一個人就一個腦袋 你要把自己想要的事情就是想清楚想好 千萬不要做讓自己痛苦的事 那你最近有什麼讓你特別煩惱的事情嗎 最近 最近讓我比較煩惱的是 就是 就是 失去了重要的人吧 嗯 但是 但是 對 要珍惜當下 然後 也希望自己 在做 自己的專輯的時候 大家可以真的了解 我做這張專輯的用心 或是 努力 我覺得演舞台劇就是 你專注可以要非常的高 但因為出專輯 你的專注度可能就會在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唱歌的時候 比如說跳舞的時候 然後是拍照的時候 但你有些空檔是可以休息跟放鬆的 但是在舞台劇的上台的每一 從上台的那一刻開始 是不能分心的 就是你要很focus在那三個小時 就算即使沒有你 你得都要注意所有的狀況 大家在台上是一起呼吸的 就是舞台劇就是團結力量大 但歌手呢就是單槍匹馬 真的很辛苦 除非 有dancer還可以cover你 但我覺得歌手就是一個人 對我就說直播很快 對對對還好我是唱跳 對 但因為唱跳有唱跳的困難 就是 會喘 對啊 但是 對靜靜的唱也是會緊張 也是會飄 那就是歌手真的對來說 就是還有很大的一段路可以走 對 我的新專輯呢已經發行了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各大的網路啊 唱片行都可以購買 如果你喜歡這張專輯可以買來收藏 然後音樂的平台都可以聽到我的歌 想看MV去YouTube 然後又想知道什麼樣訊息的話 請找東東 沒有 沒有 如果想要知道我更多的訊息的話 可以上我的IG 我的臉書 還有我的微博 就可以知道我的相關訊息 謝謝我愛我笑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掰掰 掰掰 一下下星期 我們下次見